再来看到花联盟所国小的家长 透过人本教育基金会投诉 指控校内一名教师在课堂上 对学生有摔出本 拿出剪刀笔画等不当行为 执疑不适任 28号上午召开记者会 向武党籍党团总招杨华美递交诚信书 花联县教育处表示 初步先将该名教师调离该班 再是校方的调查结果决定惩处 最终可解聘 学生家长在记者会控诉 今年三月获知孩子在校 只一拿剪刀对着球丸 就被教师拿着剪刀尖端 在孩子眼睛前笔画 和把剪刀架在脖子等行为 教师并在课堂中踢椅子摔书本 都称是在模仿学生行为 这件事情是个误会 拿剪刀去戳 或者是拿那个爱心小手去打学生 他说这个都是老师在模仿他们 他们上课的情形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质疑的是 为什么要拿实体的实物去 模仿学生的动作 我们质疑的是 为什么下方都没有告知我真相 而是透过老师去揭发这个真相 还要去叫我们家的小朋友 去做个伪证 我觉得很痛心的是 你们教他们要说实话 但是我看到这 他们教他们说什么 而不告知 而不告知事情的真相 今天为了孩子 哪个家长会默许这样夸张荒唐的行为 哪个家长可以接受自己的孩子被刀架在脖子上 哪个家长可以接受自己的孩子被拿刀戳眼睛 换作是在座的各位 你们的感受又是如何 人本教育基金会全国校安中心主任张萍 28日上午陪同学生家长 家长会及部落头目 与花年议会五党级党团办公室召开记者会 控诉花年某国小校方放任不处理 不适任教师 我从学校的整个寻堂的这个状态来看 也是到目前为止 学校里面没有老师在寻堂的时候 做出不适宜的一个动作 对于老师的疑似管教不当的这个诉求 我们在得知的时候 就在隔天进行校安通报 那这个通报的这个部分 也立即跟教育处做一个回报 有相关调查小子的这个经验 跟背景及法律专家竟然调查 对于事情的话 我们学校这个部分就是误望 那也希望这件事情 能够早日的水肉食出 那目前老师已经调离该班的课物 我们也严格要求学校 务必要加强寻堂的次数跟频率 然后以保障学生的受教权益 也掌握老师的授课情形 花年县府教育处回应 学校已召开防治校园霸凌音乐小组会议进行调查 该名教师已调离原课物 现议员杨花美表示 会就校方处理流程 学生心理智商导入 主管单位教育处等面向持续关注 民进党立委范云花年服务处主任林玉德 也出席说明 目前教育部已启动高级中等 以下学校教师解聘 不续聘 停聘或资检办法修法 希望朝向将不当管教 霸凌 体罚整合调查 就不会再出现校方可选择通报路径规避 此事件未得到妥善解决 记者长方业华女士报导